是唐朝的唐 偉大的唯 努力的唯 过去我还没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我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我就知道中国唯一与亚洲东边 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至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我什么都不了解 至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我什么都不懂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中国 因为我以为世界上搞主义的自由 美美和西欧 现在我才了解中国在这段时间以来 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进步 引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 现在我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很多中国人好像没想到我会说中文 很多次 中国人看我会说中文 他们觉得很吃惊 他们说 啊 你能说中文 好像不相信一个黑人可以说中文 他们看我好像是从外新来的人 我想这个情况是因为在非议美国人当中会说中文的人真的不多 因此我每天很认真的学习中文 因为我要做一个榜样给别的非议美国人 在中国我没有机会去张苏 没有机会看看南京 苏州和扬州 但我老师告诉我 张苏有很多历史古迹 也有很多现代的事情 我希望能有机会去张苏留学 学习张苏 把张苏介绍给美国 我在上海大学的老师告诉我 如果我这样努力地学下去 我会进步得很快 会很快地学会说流利的中文 谢谢你 你好 韦丽 你说中国人看你会说中文 就好像是从外新来的人 那个时候你怎么想 我觉得很多非议美国人觉得中文太难了 可是我告诉他们 中文很难 可是你学习努力 你可以说中文 说得非常好 好的 第二个问题 被称为 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是江苏的哪个城市 对不起 你再说说 你再说一次 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是江苏的哪个城市 江苏 江苏共有13个市 最北边的是 是北边的是苏州市 最南边的是苏州市 对 是第二个 对吗 好 谢谢 谢谢 那是OK 謝謝